吉安乡立幼儿园庆祝儿童节 以闯关游戏的方式带领小朋友们学习课语 并展现平常的训练成果 院长老师们准备了随机题目 让各班抽签 每个班级要马上即兴表演 而这样的考验难不倒吉安幼儿园的小朋友们 每个人都相当稳健的完成每一次挑战 而乡长游淑珍也向小朋友举起大拇指说赞 小朋友们随机抽签 一看到题目马上排队站好 跟着音乐跳出精彩舞蹈 每个班级小朋友手上的童话 都是用不同材质手作而成 既环保又有创意 这就是吉安乡立幼儿园教导幼儿囤 学习成长的用心 来到了吉安乡立托儿所 看到了小朋友自制作的幼童话 而且用不同的创意 不同的素材 做出不同的花朵 我相信今天的闯关活动 带来的满是春天的喜悦 花开的季节 以及五月感恩跟四月儿童节的快乐 串起的这样的一个多元教学活动 我相信会带给孩子满满的收获 今天是闯关活动 要闯过一关学习语言 学习力动 学习更快乐的创意的展演 我相信这也是脑力开放 以及我们做最有意义的教育延展性的工作 所以让孩子族群的融合多元的学习 让吉安乡一起来加油 今年儿童节 吉安乡立幼儿园结合了课语教学 设计闯关游戏 让小朋友们在游戏和表演当中 认识客家语言 还有客家文化 同时也把在学校所学成果 大方的展现出来 乡长游淑真亲自发送儿童节礼物 祝福每位小朋友儿童节快乐 看到孩子们可爱的模样 游淑真也忍不住跟着节拍跳舞 更蹲下来和小朋友们 拿着各自的童话作品来拍照 场面热闹又欢喜 祝儿童节快乐学习一起来 耶 铁鲁慧节相报道